路透社报道 中国打压东突决散宗教自由情况有恶化迹象 并指一些东突决散亲战士现已不确定是否还是用作宗教用途 路透社记者在正月期间对东突决散西南部和中部七个县的20多座亲战士进行了为期12天的考察 考察已与周四结束 报道称 北京声称保护亲战士和宗教自由的宣传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路透社访问的大多数亲战士已被部分或完全拆除 据报道 位于河田地区 侧乐县的加曼亲战士隐藏在高墙和共产党的宣传牌后面 让路人看不出它是一个宗教场所 在记者到达的几分钟内 四名身着便衣的男子出现在现场周围 并把自免把守 并把附近居民楼的闸门关上 这些人告诉记者 在此拍照是非法的 这里没有亲战士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过亲战士 其中一名男子在回答路透社关于里面是否有亲战士的问题时说 他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 从2019年的微星图像中可以看到 该建筑四个角上的尖塔已经消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表示 一些亲战士已被拆除 而其他亲战士则作为真性农村的一部分进行了升级和扩建 并称穆斯林可以在家里和亲战士里公开进行宗教活动 在哈萨克三繁中情绪在此升温之际 哈萨克三总统周四颁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可耕地法令 哈萨克三政府与北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该国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合作国 但是哈萨克三反对派人是越来越担心 作为一个燃料和矿石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 最终会变成中国的附属国 另外中国在东东决散地区真亚 包括维吾尔与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在内的穆斯林 也越来越引起哈萨克三民众的反感 哈萨克三总统托卡耶夫周四签署了上述禁令 此前反对党计划在本周末发起新领的抗议中国在该国投资计划的活动 哈萨克三反对党一名负责人通过联署庆祝上述法令得以颁布 他写道我们警告当局永远不要打算把我们的土地卖给外国人 我们反对56个中国投资项目落地哈萨克斯坦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北京时间5月15日早晨 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天文一号着陆巡视器 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 按照计划 驻荣号火星车在着陆之后 会在火星上执行为继至少三个月的探测任务 这才以中国上古神神化中的火神命名的火星车 总重大约240公斤 依靠张开的太阳能电池板来获取能源 他身上还携带了用于测量火星表面的土壤构成 地貌结构以及气候条件等数据的仪器 中国于2020年7月发射了天文一号探测器 在经历一次探空机动和次次中途修正 于今年2月10日成功实施火星捕获 进入大腿圆环火轨道 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 中国湖北江苏粮省14日晚突遭龙卷风袭击 已导致12人遇难数百人受伤 武汉市蔡殿绝扎山片区 武汉金开区军山片区突发EF2级龙卷风 部分村湾房屋受损 大量数目斩断 部分工房倒塌 据报道 湖北省武汉社昨天召开近期强队流天气应对处置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伤亡情况 目前已有8人不幸死亡 280人受伤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顺泽镇部分地区昨晚7时前后也突遭龙卷风袭击 初步研判为EF3级龙卷风 中兴最大风力17级 载至周六五时 灾害共造成4人死亡19人轻伤 局部电力设施多处房屋受损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电视讲话 为以色列军事行动辩解的同时 还表达了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的意愿 在指目前加沙地带至少有145人遇难 包括40名儿童和22名妇女 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晒出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包括美国 15日晚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所在的大楼 也受到以色列军队方面敲屋顶的通知 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却吹捧称 这是以防为避免平民伤亡采取的特殊咒务措施 而包括媒体大楼内 这些建筑物内都有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成员 因此才遭受以防空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